泰国泼水节向来是我国人民 尤其是北马一带极为热闹的日子 在槟城 每年的泼水节都会吸引近万人前来 泰免寺庙参与其胜 互相泼水献上祝福 嘻嘻哈哈的在炎热的天气下 度过清凉又消暑的节庆 但是在急需节省用水的旱季时期 大肆庆祝泼水节 难免会引发浪费水源的非议 本周末遇上泰国泼水节 槟城 佛罗池华的泰免寺庙 一如既往的人潮豹慢 民众在炎热天气下大碗水站 互相泼水献祝福 度过清凉消暑的周末假日 不过由于槟城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好好地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 这时候是否应该更节省用水呢 民众则认为这就是庆祝泼水节的方式 而且主办单位已经限定了用水量 因此应该不是大问题 你看那前面只只两桶的水吧了 用完就没有得到转了 假如讲浪费的话 那个自来水啊路盘的坏了都没有人去修理 那个更浪费给我开着 OK啦 我们可以celebrate 玩水后火一天是OK啦 有别于一般民众应节式的泼水狂欢 信徒这一天都会到寺庙 向佛像灵乐念经祈福 按照泰国的传统习俗 民众把水视为纯洁之物 用纯净的清水互相泼洒 洗涤身心迎来新的开始 NB7 槟城采访报道